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秦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样的参考 hosted 和茶装置都是折意出来的 主要包括酱油 咁上海看大海看大海焦 亦拍摄了EREEN EEN EEN EICHAL 在外国的网友,以我所知,一次过外出买,他们会买很多东西 一次过买两三个星期的东西,买完后就放在冰箱里 这些鸡腿我们怎样去解冻呢?麻烦大家花点时间,回带回到12小时前的景况 感谢大家回带回到未来 大家看影片真的很开心,因为超越时空就超越时空 那一段时间就去20小时前了 睡前有什么好做呢?穿着睡衣 我们e节目都不理想,冰格渾到固固的声音 我同事不笑,拿些鸡腿出来,二话不说 放适量盐,用些淡水 然後要有速度的水,把所有雞腿浸過去 要全面,然後放進冰箱 如果在外面再織一些師兄,都可以用我這個方法 隔天晚上找一些大膠盤和探鹽水浸去雞腿,放進冰箱 將來拿出來,用啤水就可以去處理 真是很感謝大家花寶貴的時間 看看我昨晚穿著睡衣,如何把雞腿12小時前解凍 用探鹽水浸去12小時解凍的目的就是慢慢解凍 將一些很重雪味的雪氣浸出來 這類型的雞腿,處理了雪味已經成功了一大半 通常這些雞腿這麼厚肉回來,第一步要怎樣去處理 我們便宜話不說,放進針板上 放進針板上,我們有一個很關鍵的竅門和大家分享 在家裏必定要放尖尖的刀,這些尖刀很有用 我們在雞腿,在雞骨這個位置下刀,慢慢割下去 割到雞尾那裏,輕輕地弄開它 這樣割出這條坑的作用,就是等雞腿 醃料的時候,讓它容易入味一點 即使是12小時前解凍,其實它未必是解凍得透的 我們現在刺一刺它,讓它容易入味 等待它再洗一會兒時,便容易將它裏面的摩的味道 便洗完出來,現在處理到這個關鍵位置便便清洗 洗完之後,立即便將它瓊水,逢是烹調過程中瓊水便很重要 讓雞腿裏面一些抹不好的水份便全部瓊出來 當然我們不單要瓊水,還要拿一張廚房紙出來抹 將整隻雞裏裏外的水份便全部抹出來 做這個步驟,如果你做得不好,待會放進去的鹽味和葉味 雞腿便不會那麼入味 雞腿索緊水之際,我們便拿薑和蔥出來 這條蔥也不是用來做樣子的 我們出去選薑怎樣選好呢? 我經常都說有泥薑有泥薑 你現在鏡頭面前是否有泥薑,完全沒有泥的 不要緊,大家手安無錯,因為已經洗乾淨了 未洗之前的模樣就是這樣 有些黃泥薑,這些薑的薑味便最好 我們這些薑買回來便放在當風位置,不要焗著它 最好便用網袋掛起來,還有不要弄濕它 你不要想著用水養著薑是漂亮的,薑越乾就越漂亮 你放在一些越乾爽的地方,它還會出芽 這些薑出芽也不怕,接著我們便要處理薑 我們做這些手柱薑用,又不想刨皮 我們有什麼方法呢?我們直接把薑皮切出來 看起來會很大曬,不會的,我們之前已經洗乾淨了 這些薑皮我們留下來,待會用來醃雞,醃肉也是相當之好的 接著到蔥,這條蔥也不是用來做樣子的 就整條放進去,待會用來醃雞腿用就可以了 至於醃這隻雞腿,沙薑鹹雞,我們都要洗乾淨的盤子 毫無水分,我們都是放一個茶匙多的鹽下去 將雞腿,裏裏外外,我們都是要塗勻的 接著其他調味都是相對簡單的,我們輕輕放一點沙薑粉 放一點點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將薑皮和蔥倒進去 我們再放一點雙精酒下去,下酒的作用都是提升雞腿的鮮味 和一些不好的味道 順便有一點點酒就容易將薑汁、薑味、蔥味帶出來 我們將整隻雞腿的沙薑粉和鹽味混合就可以了 這隻雞腿有時間最好醃得有七、八小時 醃一晚就最理想了 因為那些鹹雞腿都要有足夠時間去醃它才可以 接著我們做一些手切薑蓉 做這些手切薑蓉,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真的要自己做才可以吃 我們在外面做的大部分薑蓉都是用機打碎它 或者攪出來的 用手切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你將纖維切到一粒粒 你咬下去的口感就完全和你攪出來的薑蓉是兩個世界不同的事 我們都很簡單了 用你最上性的刀工切開一片片之後 就切成一條條 接著我們就排回去整齊 就切到一粒粒最細粒 慢慢切吧 有時你放了多少心機去烹調一個菜 家人會吃得出來的 特別是這些手切薑蓉 你真的出街給錢都吃不到的 我們就可以練一下刀工慢慢切 切到碎了之後 我們就再夾一夾它 務求切到最細粒就可以了 現在就把所有的薑蓉 放在乾淨的器皿上 備用就可以了 當雞醃了七八個小時後 我們就把薑蓉拿出來 然後把薑蓉拿出來 處理這些沙薑蓉也是很簡單的 我們就放了半茶匙的沙薑粉 最主要的味道就是來自鹽 這樣也是要夠鹹才好吃的 這樣放少量的鹽 我們就把它攪拌均勻 因為這些薑米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放了沙薑粉 然後就放了沙薑粉 然後就放了一處 也就是為了它 你逢是做這些薑蓉 薑米 你也是要夠鹹的 薑米處理好之仔 現在就拿出雞腿 這邊就開火了 然後就先把薑蓉燒熱 先把薑蓉燒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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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調小火 再放適量的油 然後我們先把薑蓉處理 先把薑蓉拿出來 就在薑蓉那邊 把薑蓉放進去 我們首先煎的雞腿有兩個目的 第一做這些蒸飯 你不可以把雞腿放進去 就由生米蒸成熟飯 我們也是要蒸熟飯 先把雞腿放進去再蒸 如果你先前做到雞腿 煎到它有四至五成 你待會蒸飯的時候 你會比較得心應手些 第二件事就是 你煎雞腿過程當中 雞皮這裏 它本身都是油份釋出的 待會那些油 你就可以拿回來 拌薑蓉 又拿少許油出來 拌待那些油味飯 拿來蒸就更加好吃了 雞腿正在煎之際 我們先拿兩個膠盆的米出來洗 米洗乾淨 我們就把水都加出來 這邊就繼續看下雞腿 慢慢火繼續煎 旁邊是煲暖煲水 蒸飯用 雞腿煎了一段時間 現在就整隻反轉去 先封在另一邊 剛才雞腿煎出來的油份 現在我們要煮 逐一點逐一點 拌好過來 拌好在薑蓉那邊 拌到這麼多時間 濕潤就可以了 我們要把雞腿煎出來 我們要把雞腿煎到三四成熟 我們在鑊邊下去 蘸酒 然後吸蓋 焗兩三分鐘 在酒精散發過程當中 產生水蒸氣 從而令雞腿熟 比較均勻熟 這個方法 可否焗熟的雞腿 是焗不熟的 我剛才說過了 做雞腿有三至四成就差不多可以了 過了幾分鐘之後 看一看什麼模樣 現在我們先把雞腿夾起來 雞腿拿起了按鈕 現在就看看米 涼的米水也是很簡單 這麼多米 上下水 一份米就八至九分水 差不多了 不用說一份米就一份水 好 然後我們 剛才那些雞油 薑油 有一點點味 現在就把它混和 好 最重要是蒸飯 我們都要 鋪平 然後二話不說 就把剛才煮的水 放在鑊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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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要調整鑊 看看水是否平均 有時候你一側在一邊 這樣 多水那邊 你就軟了 少水那邊 你的飯就硬了 現在我們就 蓋上蓋 用一個中大火 蒸它三十分鐘 好 黑飯正緊之際 剛才發現 原來這部機 頭段是完全收不到音的 我煮的食物 也是堅持現場做一個送菜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五年前開始 五年前開始 五年前幾年前開始 到現在我都一直堅持是這樣 我都是希望將整個烹調的過程 再低一個紀錄 和當中一個細節位 就跟大家分享 至於頭段會講到什麼呢 就是有個網友 現在家裡沒有電飯煲 現在要利用很多蒸焗爐去做 這個送菜 盡量用蒸焗爐去做 蒸焗爐去做 蒸的方法去做 那今次你說我不蒸 放在電飯煲可以不可以呢 都是可以的 要注意一點就是 放在電飯煲 你的雞腿還要煎到熟一點點 你也是用同一個方法 可以放在電飯煲那裡 電飯煲跳起來 再放回雞腿下去 你的雞腿必定要煎到有八成熟 如果用蒸焗爐去做 用我這個方法就可以了 我們也是保持著蒸飯 蒸這些長途菜 我剛才也說了 旁邊你還是要煲一煲滾水 隔十多分鐘就加水 加十多分鐘就加水 等整個蒸氣的揮發會更加穩定 當然這些都是用明火煮石當中的技巧 如果你說我用蒸焗爐的 你放下時間就已經可以了 蒸一下又吹一下 蒸一下又吹一下 為什麼這些蒸飯你不可以生放下去一起蒸呢 特別是這些這麼大隻雞腿 因為蒸飯很有趣 你這麼大隻雞腿放下去 你生米是蒸不透的 中間那些 我們必定要蒸熟了飯 才放雞腿下去 如果有什麼方法 生米就這樣蒸又有味 可以參考我之前的鮑魚 灌頭鮑魚 冬菇臘腸切粒 蒸有味飯 這些可以一起生蒸 炒香一點點蝦米 約蒸了20分鐘 現在看看什麼模樣 到10分鐘的時候 我已經補充了一次熱水 到20分鐘這個階段 其實煮飯甚至飯深的位置 也有九成左右 現在放雞腿下去 我們再蓋蓋蒸多10至15分鐘 目的就是把雞腿蒸熟 和飯更加蒸得更透切 做蒸這些有味的飯 都是提供一個烹調方法給大家 可以利用電飯煲 可以利用現在嘗嘗的蒸焗爐 蒸焗爐還沒流行之前 二十多三十年前的微波爐 大家知不知道 用微波爐都可以煮飯 用微波爐都可以做到這個菜 蒸雞腿再蒸飯 然後放雞腿一起蒸 都可以 保持著大火 全程蒸了30分鐘多一點 看一看什麼模樣 最主要是蒸透雞腿 全程35分鐘 到底雞腿會不會熟透呢 醃鹹的雞腿會比較容易熟透 如果你真的有懷疑的話 就用筷子切一切 當然我們做了這麼多次這個飯 我們看雞腿的形態 已經知道雞腿一定熟透了 還有最主要是飯心 蒸熟飯再放雞腿下去 兩者就會兼顧到 現在就相當簡單了 我們就攪拌一點薑蓉上面 就可以了 這個飯一家三口 再煮湯 就已經可以開飯了 還有這個蒸有味飯的味道 很適宜大家去帶飯盒 我現在不知道還多不多 說帶飯盒上班 早一兩年就相當多 這個飯我也是相當推薦 六條菜做完飯盒 喜歡吃雞腿的網友給我LIKE 喜歡吃有味飯的網友 訂閱我職人吹水的頻道 如果兩者都喜歡 麻煩你加入頻道會員 繼續吹水 在家用清焗爐的就可以試試 特別是外國網友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所有人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出去 拜拜 請你們多加幫我 吃雞腿的網友 不停 你又不用等了 嘻佛 有請 心用 吃雞腿的嗎 我會反抗